董事長要不要講個話 高齡91歲的文化大學董事長張靜胡 在旁人摻扶下不發異語走進會議室 應董事要求主持董事會 討論前任校長辭職效力 卻因出席人數不足導致留會 會後張靜胡透過律師重申 將智力推動 將校務基金捐給國家 成為私校辦學公益化的先鋒 我們很遺憾在今天的董事會 當時要求召集的幾位董事 六位董事沒有辦法到場會議 那董事會今天將會在另外擇旗召開 張靜胡婦女倆日前出面控訴 包括潤泰集團總裁尹燕良 違格董事長李傳宏和袁新夏 張冠群等人 意圖藉由操縱新校長林雪 謀取60億的校產 才讓他決心將錢捐給國家 被控的董事卻反過來 要解除董事長職務 還質疑張靜胡抽掉這項會議提案 拿掉這個的話 跟我們的捐出章程的規定 跟會議規範的規定 已經不符合了 那麼同時的教育部也同意 我們三位董事 來召集這個董事會議 所以我們就認為我們沒有必要來參加他這個會議了 我們認為這個召集的許可 是違反思考法的規定 那麼相關的訴訟也有在進行中 張靜胡強調三名董事 另外召集董事會已經違反思考法規定 文化大學從校長林雪 鬧出董事會徵產風波 兩派人馬隔空互嗆 張靜胡強力捍衛 施生權益 但短時間內恐怕無法讓爭議落幕 記者綜合報導